高雄清晨金蠶槍響 歹徒連開15槍 兩部自小客車遭襲擊 其中一台被開了4槍 另外一台被掃射11槍 兩名駕駛分別頸部重擔 和右大腿重擔 其中一台車還失控衝撞路旁 乘客驚慌逃出車外 被害人口近一致 公稱不認識開槍的嫌犯 但警方懷疑不單純 正在追棄嫌犯 馬路上爆廢車追逐 白車即使黑車貼得很近 硬把白車逼到路旁 隨後又有車來 慘遭三車夾擊 白車就這麼失控 衝撞路旁電感 就在這時候 黑車這方有人把手伸出車外 疑似開槍 白車似乎無力反擊 撞到冒煙停住 後座下了一名男子 副駕駛座 另一名長髮女子也逃出來 臉上驚魂未定 瘫軟坐在地上 車子蹦蹦蹦那個 叮叮我想四個 我才發現這個是開槍 接連聲響 黨居民驚醒發現家門外 爆發槍擊 有一名侯姓的傷者 他是警部有一槍 翁姓的民眾 那他是右腳 清晨四點左右 街頭爆開槍追逐 被害兩台白車 遭嫌犯開著三台車 尾隨連開十五槍 其中一台中四槍 駕駛警部中彈 另一台被掃射十一槍 駕駛被打中腳步 嫌犯開完槍 獲速逃離 離奇的是被追車開槍 兩名被害人 卻都說不認識對方 僅說停紅燈 綠燈起步就遇襲 但警方清查他們都有前科 懷疑避重就輕 是債務還是恩怨 或者開錯槍全面追棄 否則大馬路上隨機開槍 未免太嚇人 記者蕭志遠 柯成浩高雄報導 新北區中和一對即將要結婚的情侶 到朋友家送喜帖 聚餐完回家 女友身體不舒服 男友在一旁照顧 這時候有一名喝醉酒的男子 從計程車上下來 就突然動手攻擊他們 男友還被打到鼻子骨折 警方獲報到現場處理 打人的男子還說是誤認仇家 一對男女喝了太多酒在路邊休息 男方細心的在路邊照顧不舒服的女生 這時候突然有一名喝醉酒的黑衣男子 從計程車上走下來 不知道對著兩人說了什麼 突然動手朝著男生揮拳 兩人在路邊扭打著一團 這樣還不夠 這時黑衣男還跑到路邊 賞了女子一巴掌 兩人超錯愕 明明坐在路邊休息 竟然莫名遭到攻擊 好在一旁外送員剛好路過 及時報警求救 警方到場了解 動手打人的男子渾身酒氣 還裝糊塗說自己受傷了不斷狡辯 當場被帶回派出所 先別問現場已經有人受傷了 是很錯愕啊 不認識的也沒有什麼爭執 吵架什麼都沒有 街頭暴力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月三號 凌晨兩點新北市中和區 秋姓男子和李姓女子即將結婚 兩人去朋友家發喜帖聚餐喝酒 喝多了就坐在家門口前休息 沒想到喝醉的男子一看到兩人 先是大聲咆哮問他們還要吐多久 接著就對兩人揮拳攻擊 男子甚至被打斷鼻子 要開招本來是下個禮拜天就要結婚了啦 打人的男子被警方蓋回派出所 公称誤以為這對情侶是他的仇人才會動手 這種說法警方當然不采信 將男子移送法辦 記者商務人林明朝新北市採訪報導 遊覽車開進寒洞結果卡住了 高雄一輛在學生上下課的遊覽車 負責接送的司機還沒有抵達 車主就先幫忙挪車方便行駛 結果開進機車便到車頂卡住動彈不得 警方到場車主卻不在 只好請輪胎行來洩氣倒車出去 而事後車主回來表示 當下離開是去調派其他的車輛接送學生 不過這樣的行為已經屬於兆陶 加上開錯車道又沒有善盡管理的責任 將面臨上萬元罰彈 上方玻璃幾乎快要被壓碎 車頂凹了一塊 遊覽車就這樣卡在寒洞出口出不去 警方到場只見車卻不見人 就怕擋住後方車輛 警方趕緊只會交通 只是這麼大一輛車該怎麼移開 恐怕只能把輪胎泄氣 立刻找來輪胎行 把四個輪胎都泄氣 開始倒車出動 卡了三個小時左右 車輛終於移開 車主也回到現場 原來這輛遊覽車專門在學生上下課 七號下午三點多 因為司機晚到 車主先幫忙挪車 沒想到太久沒開 意識不慎 開進機車便到 卡在出口 當下他急忙離開 聲稱是去調派其他車輛 接學生 本所依規定通知江信男子道案說明 並對其違規事實 不少公司會在辦公室張貼一些警語來提醒員工 有一名網友分享了公司的警語 那麼上面寫著 我不會已經害了大家五千年 不會就要主動問 主動學 最後還寫著 什麼都不會的話 還來做什麼 天文一出呢 也吸引了超過七萬人討論 引發了兩派論戰 有人認為員工本來就有不會的事情 公司應該要教員工 但是也有人認為重點是在態度 如果不會 但是又不肯認真的學 才是問題 工作時你有曾經說過 我不會類似的句子嗎 有一位網友在臉書貼出一張公司的警語 上頭寫著斗大的我不會 還說這句話已經害了我們五千年 請不要再講我不會 不會要主動問 主動學 或是叫別人教你 內容最後甚至反嗆 什麼都不會那你來做什麼 去主動貼這個公告 其實是有點獨裁 跟限制人家的自由跟思想 不太恰當 就是要教他 對啊 教到他會 他真的不會的話 他自己就要主動去問 詢問同事那一些等等 我蠻認同的啊 與其說不會不如就 嘗試去找答案 天文曝光引發網友論戰 有人認為問了 反而被公司嗆說不要什麼都問 學累後也會被質疑 等你學會的時間 我還不如找別人 如果都會了 就變成什麼都要你做 還有網友分享自己的慘痛經歷 他說剛出社會時講過 我不會 結果隔天就被開除 老闆娘還說 不管以後你在哪工作 不要再說我不會 讓他相當無奈 不過有這樣的經驗 也讓他對工作的態度 有所轉變 不要遇到什麼事情 第一個念頭就是 我不會 而是先去想一下 該怎麼做 我不會 當然還是可以講 有的時候 只是插在一個溝通方式 跟溝通技巧 原來問題就出在說話的藝術 不是不能講 而是要換個方式講 下次如果遇到類似狀況 不妨換一種方式表達 這位劉志黃明勝台北報導